接下來 類地行星就是跟地球像 岩石跟金屬阿巴拉巴拉巴拉 可是我們只看在地球上發現生命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個再來我們就不用講 水星跟月球就不用講 基本上它沒有大氣沒有水 我們跟各位講水最熱講過 液態水對吃力非常的重要 沒有水沒有大氣就不用玩了 不用活下去了 也沒有氧氣感的性行各種作用 所以這個就算了 不可能沒有 金星阿 氧瓜跟地球最像對不對 可是怎樣 它表面有濃密的大氣 而且幾乎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有強烈的溫度 溫室效應 表面溫度可以四五百度 這地方比較適合當地獄用 好 接受火燒酷刑這樣子 OK 不太適合生物生存 要不然它活下去 那個鉛都可以融化掉 所以這個大概也沒希望 沒希望 火星 火扣鈴 沒有辦法 不是講錯了 金星 也不適合 適合當地獄用 OK 好 這是我們的希望 火星 火星的這顆星喔 它的自轉周期 跟地球差不多 幾乎一樣 然後呢 南北極有白白的 白白的會變大也會變小 表示它有季節 跟我們地球也一樣 然後呢 那顆紅紅的好可愛 就讓人更加心 這種各種幻想 還有一些歷史的錯誤 在當初的觀測技術下 發現火星還有一些條紋 條紋 這個條紋的翻譯 從歐陸翻譯到美國的時候 把它翻成運河 運河什麼意思啊 人工開鑿的嘛 所以表示有小綠在那邊 空空空空 開了運河出來 開了運河出來 所以就覺得說 欸 它這個好像非常有可能有生物存在 現在發現應該也不太有希望 為什麼不太有希望 第一個 它幾乎沒有大氣 大氣非常希望 非常希望 幾乎沒有大氣 然後呢 水呢 水就比較麻煩 美國人去了幾次 這一次去說有水 下次去說沒有水 然後又有水又沒有水 現在最新的是說法說 根據某一些的 留下來的東西發現 它的地表底下可能有一些水 底下可能有一些水 過去可能很多水 它幾乎都全部都跑光了 幾乎都跑光了 那 就是 有沒有拿的這有說 表面底下沒有水 那個不敢搭 然後那白白是什麼 白白大部分是乾冰 大部分是乾冰 有一些冰 大部分是乾冰 然後呢 地區的變化 然後呢 溫差很大 然後呢 沒有 幾乎沒有大氣 又沒有大氣 所以搞到半天呢 好像也不太適合生不生存 搞到半天也不太適合生不生存 好 然後就刷了 好 這有一個成分表 當然不用費 但是我可以把表給你之後 問你很多問題 問題 誰有濃 誰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金星 因為有濃密的大氣 看地球 大家的90倍 濃密的大氣 而且幾乎都什麼 二氧化碳 得到什麼結果 誰溫度很高 金星溫度很高 因為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你有沒有問 請問你喔 火星上的大氣 幾乎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對不對 超多 為什麼不對 超多 不是 比例很高 可是量很少啊 0.01ATM只有地球大氣的百分之 比例很高 可是量很少 所以吸的熱溫度很多 不會 所以沒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請問你喔 火星跟地球表面 誰的紫外線比較強啊 火星 為什麼 我們以前有提過嘛 地球有臭氧對不對 可以幫我吸收紫外線 火星有沒有氧啊 沒有 沒有什麼氧啊 沒有氧就沒有臭氧啊 就沒有人幫它吸收紫外線啊 所以火星表面是天然的殺菌式啊 因為有很多紫外線照大氣 就把它吸去殺光光啊 有信到嗎 所以 所以 你不用背這些數字 可是我可以把數字提供給你之後 問你一些問題 問你一些問題 那你要能夠理解 然後就會回答這些問題 非嗎 了解喔 那懂得 我們 看到這些資料 然後你要有一些根據你的知識 能夠得到一些結論 OK